Hello 大家好我是Jazz 灵动 今天呢是我们马来西亚行动管制第十多天 原本预期是以为只需要行动管制两个星期 我们就能结束 可是哪里知道就被延期到4月14号 然后呢前一阵子我就跟我朋友在IG上 因为很闷就玩了一个游戏嘛 我们互相就是tag彼此 然后过后秀出我们每个人的球鞋收藏 然后下面呢就有人留言问我说 诶那你的球鞋都是在哪里买呀 然后衣服能在哪里买 所以那里买才是最安全消费的 然后我想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常我都在逛的一些球鞋平台跟衣服平台 所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介绍吧 接下来我所介绍意义的都是一些球鞋的平台 都是在IG上面的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Soul Stuff Malaysia Soul Stuff Malaysia呢 他们个人的平台的最特别的优点 是我觉得他们Display鞋子的部分呢 是直接在阳光底下Display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照片 我个人觉得在阳光底下如果Display那个鞋子的话 是可以确保那个鞋子的那个颜色是不会有色差的 所以可以让顾客很安全的买到他们觉得适合他们的鞋子 然后一方面他们也有去售卖一些 ASSC的T恤啊 Supreme的Bag啊 都会可以满足每个人的一些小需求 接下来这个平台呢 是跟我合作过一次的活动 就是Land Malaysia Land Malaysia呢是位于星山的一些球鞋店 你可以去看他们的实体店也有售卖一些他们个人的一些货物 球鞋的价钱方面会比较大众化 就是不管介于便宜啊200多块到1000多块马币的都有 甚至有些球鞋还比实体店的那个价钱还要低很多 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平台 下一个呢 我所要介绍的就是Soul Malaysia Soul Malaysia呢 他们的平台所介绍的球鞋呢 都是比较稀有的 就比如说off-ride的一些联名啊 TS的一些联名啊 都有 不管是新的配色 或是以前旧的off-ride配色 OJ的配色都有 价钱也是非常的公道 虽然有些会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只要确保你一定能拿到是正品 不会是仿造的一些商品 这是他们店家所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至于呢 他们还能提供一些旧款的一些yeezy 就比如说初代350啊 或700啊 那些都有 大家可以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哦 至于呢 那我所介绍最后的平台呢就是88 Youngplug 88 Youngplug呢 他们家所售卖的商品呢 都是应有尽有 可以说是很齐全 不管是旧的release 新的release 或者我们国家没有release的 就比如说 Travis Scott SB 也能帮我们预售到 然后他们家的特点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他们的service 是做到很大位的 就比如说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 他们就会在postage盒里面放一个洗手页 然后送给你 他们也能确保他们的那个postage box 是非常完美保护你的鞋盒 不会有任何损伤 然后包装也是很漂亮 因为我个人也有看过 接下来呢 就到我们衣服的部分啊 衣服的部分呢 我个人是觉得这两家店呢 他们衣服都很不错 第一家就是thehyperom.my thehyperom.my呢 他们所购买的商品呢 有服饰也有啊 帽子啊 拖鞋啊 那些都有 即使是一些皮包啊 或者卡包都有 他们比如说有卖一些 Moscino的一些商品啊 Canzo啊 Off-Rite啊 Fu of God Essential的T-shirt啊 V-Loan的T-shirt都有 应有尽有 可以说是从头到脚 都能帮你打包一遍 就是他们可以说是 球鞋50% 然后衣服50% OK 都蛮不错的 接下来这个店家呢 就是位于KL Bertalin Jaya 他们个人有实体店的 叫做Hype Stages Hype Stages呢 他们个人会主攻 High-end brand比较多 即使是LV Gucci Giwanchi Dior 这些都有 即使是卡包啊 皮包 那些女孩子的包 他们都有卖 他们的鞋子也是 蛮应有尽有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鞋子呢 是占大概是30% 然后衣服服饰 是占大概是70% 他们也有自己自创品牌 就是这个REPOSE REPOSE 他们的T恤呢 是他们最近 弄到蛮好的一个商品 你也可以直接到他的店 然后去试一下 他们的那个REPOSE T恤 然后你觉得好事适合 合适的话 你可以直接 可能直接入手 我个人也是有想 可能现在是疫情好过去KL 可以去看看一下 鞋子呢 那跟衣服都介绍完了 现在我们要介绍 shoe care的部分啊 至于喜欢穿球鞋的朋友呢 一定需要保护好你的鞋嘛 对不对 至于第一家店呢 就是ANMSKL ANMSKL呢 他们家所售卖的盒子 这个就是他们家 所售卖的盒子 是感觉我个人会非常非常满意 也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们家的那个盒子的 Quality 是很好很好的 Shout out to Gary 给我们这么好的盒子 至于你想要购买他们盒子详情呢 可以直接到他们的IG去DM 他们问一下 他们也不单单只是卖盒子 他们也有这么一些球鞋预售 不管是AJ1的预售啊 Easy的预售啊 都有 下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 比如说你要洗鞋嘛 懒惰洗 你要去一个中心去洗鞋的话 你可以去到这间店 就是Hype Guardian Shout to Brian OK我的好兄弟 这是他开的一间球鞋洗鞋店 他们家所洗的鞋子呢 一条容服务都有 即使是Social啊 连你的鞋底啊都有 然后洗鞋的那个服务 比如说Whitening啊 IC sole recovery 全部都有 洗鞋也是个人觉得洗的蛮干净的 洗鞋的服务也不贵 可以去到他们的官网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为民众服务 就是做一个customer 如果你想要自己克制你的鞋的话 有固定的需求 可以直接找他们帮你克制 就比如说你的Air Force 1要有自己的名字啊 或者克上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彩色不一样的东西 都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络 他们都会帮你做这个服务 至于如果你想要自己购买一些洗鞋的一些用具啊 自己洗的话 个人觉得snicker mop是大家必须去试一下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snicker mop的那个洗鞋的solution 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自己也在用 也用了一段时间也蛮不错的效果 他们不只有就是洗鞋的solution 他们也有这个shoe tree啊 然后snicker cover 就是你出门的话 如果要下雨的话 你可以直接带上这个东西 就避免你的鞋弄湿这样子 然后也有卖一些喷雾剂啊 就是spray啊 那些都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到他们的平台去问一下 询问一下 至于大家定位对于一些球鞋的知识不是很了解吗 对吗 在那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JC Sneakers 这个平台呢 是最近蛮火红的平台 就是他可以为大家分析 每一双鞋子新release的话 有没有resale value 或者值不值得入手 几时release 或者那个价钱会是在多少钱 然后会有什么size 他也会帮大家做一个prediction 一个预测 这双鞋值不值得买 不只这样呢 他们也有提供一个服务 就是在他们的insert story page做一个consignment 就是代售服务 就是比如说你的鞋子要卖 可是找不到卖家 可以直接叫他们帮你卖 只需要付一个10块钱的手续费 他们就会帮你处理一些 所以shout to louis 我的brother也是做得非常好 至于最后呢 就是我个人的平台啦 dlan sticker 因为我个人也是做全职 reseller嘛 所以大家有兴趣想要找我 购买一些球鞋 预售一些球鞋的话 可以直接在我的dlan sticker 直接pm我 我都会跟大家做一个回复 然后联络大家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按赞订阅分享给你朋友看 至于疫情的关系呢 希望大家出门的话 要戴口罩 然后多多洗手 注意自己的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